新竹的捷运呢 即将启动 大新竹合并 势在必行 所以原会有这么乐观吗 现在感觉好像 新竹县长杨文科 从一开始是同意 现在好像又要把苗栗给拉进来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同意 然后大概过了几天之后 马上就改口了 因为发现情况好像对他不利 但是因为最近刚好 县市议会都在会期当中 所以每个县市在开大会 新竹县跟新竹市也都在开大会 那新竹市开大会的时候 我们当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 他有他时间的急迫性 因为确实我们如果要赶在这个 选举可以赶得上的话 我们必须要早点 早点来开始做充分的讨论 那当然也有议员咨询 就提出这个问题 那这间市长其实他有回答说 如果真的要做合并的这些工作 指的是这些程序作业的话 从启动到结束 一年之内完成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在马英九总统的时代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其实 就直辖市的规格来做类比 台南啊高雄啊 其实这些都比大新竹还来的大 那新竹县市现在加起来 就人口就是100万出头 所以以这样子的规模的话 真的讲一些门牌啊 道路的整病啊那些 我觉得那些都是借口 因为杨文科县长说 那些东西啊 非常的繁杂 非常的琐碎 所以如果真的要改的话 来不及 他觉得2026 才是一个适当的时机 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报告 真的来不及的是什么 因为一旦合并升格成直辖市之后 我们所有的乡镇市长的 还有代表会的选举 就没有了 就不用选了改官派嘛 那在新竹县 这些其实95%以上 都是属于国民党的装脚系统 所以他们会来不及找工作 真的来不及的是 来不及再重新绑装 下一场选举的时候 来不及 来不及再顾票绑装 就像刚刚那个有讲到的 中二选区的情况有没有 在门口敲门啊 请大家出来要记得投票啊 那样子在新竹县的乡下基层 也是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结构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现在好像杨文科县长 发现不对劲了 所以他想要说 我们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 说会来不及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政策上就可以看到 譬如说捷运好了 捷运 大新竹轻轨计划网路规划启动 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大新竹轻轨计划 其实非常多的新竹人都是支持的 而且举双手双脚赞成 那这个轻轨呢 其实从20年前 民进党的蔡仁坚市长 他就任的时候 他就在说轻轨了 我们说了20年 都没有办法可以盖出来 当然是因为城市的规模有限嘛 对因为只有新竹市的话 人数可能不够 觉得效益不够 所以要拉新竹县进来一起做 但是呢 新竹县未必像新竹市这样 有同样的想法 譬如说 在林志坚市长第一任的时候 那时候新竹县长是邱敬纯县长 邱县长他是第二任 那他第二任啊 他就不那么想做 他觉得他就要卸任了 然后又要花那么多钱 他任内也没有办法可以收割 所以他很消极 他不做 那等到这一任的时候 杨文科县长上 他确实听到说 新竹地区的人 大家都要做 对于年轻选票 还有对于这个竹北的新城市 新市政的发展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他说他要做 那他说要做了之后 新竹市的计划 其实早在前四年前第一任的时候 全部都做好送中央了 可是因为新竹县没有送上来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可以整病 那等到今年的五月 杨文科县长才宣布说 他也要来做轻轨了 然后呢 我在这里有找出了一个新的轻轨的整体路网的规划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杨文科新竹县自己发布的新闻 未来分成蓝线跟红线 一个环状系统 然后呢 可以让大新竹地区的轻轨 以后可以交通更便利 尤其是解决竹科周边 长期拥塞的问题 那大家就可以看清楚嘛 这个环状系统 其实就是把新竹市跟新竹县都包在内了 也就是说其实在政策上 我们大到轻轨 小到一个自行车 我在这个直询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时候 也发现说新竹市U-bike 科学园区也是U-bike系统 但是合约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新竹县 竹北 到现在没有U-bike 没有公共自行车系统可以用 光是一个小小的地方 就有三种不同的系统 然后时间的这个连续点都不一样 不同掉 所以你看住在新竹地区的人多麻烦啊 我们骑脚拉车骑脚 我们要装三种不同的app 然后要了解不同的站点 不同的系统 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在这边 很自由的骑自行车 而且其实竹科很多人住在竹北啊 他每天就通勤啊 是啊 所以有一句话 我们之前我发现之前过去说 新竹市的这个公共自行车 现在做得很好了 可以直接连到苗栗的U-bike系统 我听了都觉得很好笑 直接连到苗栗去 结果整个大片的新竹县把它给漏掉 中间那个在新竹县就不知道扛上火车 对 载到苗栗去 所以这整个大新竹的生活圈呢 是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交通代步自行车 到这个轻轨 都是在政策面上 我们实际上就是朝合并的这个道路方向 再规划 再进行了 现在缺的就是临门一脚 那你要说什么时间上来不及啊 我觉得那些都是另外一种说辞 政治上的修辞而已 实际上合并要看的就是是不是成熟了 然后是不是对这未来发展是好的 如果是有意的话 时机到了 机会来了就要赶快掌握住 因为合并生额 这不是随便讲讲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如果有机会 大新竹当然要跳上世界的舞台才对